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居于罗塘河河畔的村民们 千百年来 凭借捕鱼抓虾的本领 过着悠闲安适的生活 饮罗塘水 食罗塘鱼 享受着自然馈赠的美味 潘长发经营着一家农家乐 他店内烹饪鱼肉所用的食材 便是朋友供给的新鲜鲫鱼 鲫鱼去鳞破度后 用流水洗净 准备好葱姜等调味品 当锅内油升渐起时 趁油温将鲫鱼的两面 煎至金黄色 加入沸水大火急烹 当鱼胶 鱼油和鱼骨中的 钙成分一起充解后 鱼汤会逐渐呈现出 浓郁鲜香的奶白色 出锅前加入葱花提味便可 原汁原味的食物最受时刻喜爱 我们在罗汤河里面 那个鱼都是很鲜鱼的 因为这个河里面水在好 都是细枝沙枝 出来的鱼没鲜鱼 炸到鱼都是叫亲戚朋友来散一散 特别还有个黄色鱼 炸在西林 以前都是到它跪开的 清代元梅在隋元食丹中说 豆腐得味远胜燕污 在贵西有一道百年特色美食 黄袍拜君王 这便是豆腐与黄嗓鱼的完美组合 文芳豆腐在当地历史悠久 每一道工序都有手工制作完成 饱满的黄豆在石墨的碾压下细腻而纯白 煮豆浆压豆花 在时间的发酵下 豆腐由软糯状成为细爽滑嫩的块状 黄袍拜君王能流传百年 也得益于豆腐的口感 于建斌从事厨师工作二十余年 经他烹饪的黄袍拜君王 十里八乡家喻户晓 一条条黄嗓鱼洗净待用 滑嫩的豆腐挤刀下去便滚裂成块 姜片 辣椒 小香葱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凭借多年的经验 于建斌将鱼肉的烹饪手法把握的油刃鱼 茶盐观色后过油的鱼肉呈现微黄色 便可捞出待用 这时把姜片放入油锅中煸炒 待清水烧开后将半熟的黄嗓鱼倒入锅中 汤色见白后放入豆腐 当鱼肉的鲜香 和豆腐的嫩滑在高汤翻滚中香盛相容时 香意四散的美味早已令人垂涎欲滴 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 行至桂西龙湖山第56代张天师 招待这位生客 但是他可能猜到了 上了一道菜 就是那个黄桑鱼灯豆腐 乾隆皇帝吃了之后 他感觉很好吃 豆腐里面有鱼的鲜味 鱼肉也有豆子饼的豆香味 他就问这个菜叫什么名字呢 黄桃拜金王 后来的民间产生就丢产出去了 受龙虎山道教文化的影响 天师八卦豆腐独守当地人喜爱 简单的食材往往是最顶级的美食 将新鲜的鱼肉切片剁成泥状 豆腐去皮只选其最细嫩的部分 用手碾碎 再用蛋清将两者调和打成泥状 入盘摆放成八卦图形 配以各色蔬菜作为点缀 入笼蒸制八分钟 天师八卦豆腐便将鱼书之鲜 和豆腐之味完美融合 最后加入调好的芡汁 一个仙字让人大饱口福 罗塘河的悠悠碧水养育了贵西万千生民 鱼鲜相容的美味调和其碗柱间的亲情效果 自然赠予了这方依山傍水的乡民们 最质品的生活慰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